这老婆媳妇家到中国啊 现在马上就要生小孩了 还有 拜个月的日彩期 但是可能会提前 可能只有一个星期左右就会生了 今天我们准备一下 打包 小孩子需要的东西通通都打包好 然后到时候放在车子里面 一不舒服就直接去医院就行了 要拿出来一套 拿出来一套干嘛 一套跟那些 因为厂房里面 小孩子生出来 他们不是要给他洗澡穿衣服吗 不可能一袋提进去啊 我知道啊 全部装在那个箱子里面 到了医院里面 你还要两天才会生的 然后再打开 再找这些东西就行的 你现在的话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装在这个旅行箱里面 这个装宝宝的衣服 这个装我的衣服 还有那些什么奶管 奶品什么的装这个 奶瓶尿不湿 那也行 那宝宝的衣服都装在这个里面 这么可爱的吗 这么可爱的吗 你全部装在一起就行呢 我知道 拜拜 开心的 裤子 那是奶瓶呢 奶瓶在那里了 妈妈就身体好的 不是用那个开水煮过的吗 煮过了 行 那宝宝放在这个大箱子里面 这个放在这个大箱子里面 这一套是拿进去厂房里面的 厂房里面是吧 对 这个是奶瓶对不对 嗯 奶瓶放在这个外面 还有这个 奶粉 奶粉 然后呢 要不是 这个行李 要不是拿一小包就行呢 拆开了 你要拿這麼多 還有濕巾 洗臉巾毛巾 直接提袋去醫院沒提 這是小孩的 小孩的什麼 濕巾 濕巾 還有呢 這是給他洗澡的 我要洗澡的 你先戴上 洗澡給他 還有呢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的 這個也拿幾個 拿幾個就行 就是我躲在床上 它都戴上 這是寶寶的日經是不是 不是日經 這是抱枕 然後那裡有一套 我不要準備 你幫我壓一下 來拿下袋子 放裡面就行的 放那邊嗎 那邊放你的衣服 沒事啊 還有什麼東西 怎麼沒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你要拿多少 還有什麼 準備我想一下 哪些東西沒有準備好的 差的東西 然後到時候 再拿個掙兩天再買一次 知道不 那裡面的衣服呢 生了小孩之後 裡面的衣服 這個 你還帶個短袖去啊 這個不是長袖啊 是長袖嗎 真正沒有什麼衣服 真正 到時候你 到時候你 上懷小孩之後 還要給你買衣服才行 因為真正以前是 是老屋的 他們那邊氣溫高一點 然後他就 沒有什麼貨衣服 到了我們中國之後 就是所有的衣服都要買啊 像是現在的旅人服啊 什麼之類的 全部都要買新的 然後保暖衣 什麼的都沒有 然後都要買 現在的話 有人懷孕了 你買不了什麼東西 因為肚子比較大 然後衣服啊 褲子啊 都沒怎麼買 這是我的 什麼袋 收服袋 收服袋 收服袋啊 收服袋要帶上 但是把小孩 就要把那個腰啊 給肚子給捆住 還有什麼 這是我的帽子 保暖杯 保暖杯 保暖杯在這裡 你的帽子 給我買的 這個帽子合不合不合不合 我怎麼感覺有一些東西 沒準備好呢 就這些啊 你要準備多少啊 就這些的嗎 對呀 他吃的穿的就這樣子了呀 夠嗎 不然你還想幹嘛 我感覺應該是要準備好多東西的 浴巾呢 浴巾 浴巾 浴巾他還不需要浴巾吧 要浴巾 要浴巾 要浴巾了嗎 啊 家裡面有好多杯子啊 到時候睡羊了 裡面的杯子 這是他睡覺的啊 啊 在醫院裡面也要有啊 要有嗎 肯定啊 這個浴巾還不需要吧 這個浴巾要要 洗澡啊 那個杯子也要帶過去才行 那杯子不用帶啊 要帶 要帶 啊 要睡覺嗎晚上 你不可能抱在他身邊睡啊 不跟我睡嗎 肯定不跟你睡咧 我生的為什麼不跟我睡啊 那你打擾他的 他睡覺他前面一個月他都是在睡覺的 對啊 那也要在我旁邊睡啊 在那個搖籃裡面就在你邊闖邊上 哇 好不容易生個小孩還不跟我睡 呵呵 在我們那邊一起睡 開一下我們家的衣服啊 都是女孩子的衣服 呵呵呵呵呵 這哪裡分女孩男孩呀 都一樣的 都一樣的 沒了呀 沒有了 又不是啥衣服 牛奶奶一瓶啥啥都有了呀 再想一下 呵呵家人們 開一下我們準備的哪些東西還不過的 咱們有知道的粉絲給我們提醒一下 然後我們在這兩天再採過一些 你確定要戴這個嗎 這個被子是肯定要戴的 嗯 戴一個 嗯 害不害怕 不害怕 不害怕 要生寶寶了不害怕 要生寶寶了害怕啥 很痛的哦 痛乖痛 開心 開心啊 有粉絲在評論區說 他說要你到時候生小孩的時候多拍一點視頻 然後讓你帶一個手機進去 到時候生小孩的時候 你自己給自己拍你的命不表情 好的呀 呵呵呵等著吧 哈哈哈哈 你一直保持這種開朗樂觀的心態就是最好的 哈哈哈哈 我相信你有這麼勇敢堅強 我也不知道沒嘗試過啊 嗯 現在我也不敢說啊 那時候出來再跟你們說吧 行的不錯的 這形態很真啊 家長們 剛剛你們也看到我們準備的東西了啊 看還有哪些東西不過的啊 各個姐姐們如果知道的話 咱們在評論區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這兩天的話 再抓緊時間採過啊 呵呵 來生大個招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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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